多了 尤其是在顯示最後的結果 應該要把東西丟到模擬器裡面 那模擬器真的是而且現在模擬器 他又升級到4.x的4.多的版本 光開個模擬器用最新的很新的電腦來跑還是跑好久 光開個機 就讓你分頭轉向啊這個不會你看 還可以隨時更改 如果說你要讓這個按鈕變短的話 就是跟著字拉長短是哪一個呢 還記得嗎 Data Inline 把它改成什麼改成觸就好了 有沒有他就馬上這樣縮短 有沒有 應該都還記得吧這個前面都講過了 所以第一個我們 就是我剛講 MVC架構啦其實可以改成VCM V先處理V V是我們畫面的部分 你先把畫面先做出來第一個 那這個好像用用這個好像用Force比較好 一樣長 OK這樣子 再來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名稱特別注意我這邊給一個名稱 就是叫做BTN 我看這邊是沒有沒有的話你就把它寫在下面 我把它 及時點掉 在這邊 給他一個名稱叫做 BTN秀 前面都用小寫的BTN表示他是一個按鈕 秀的話就是秀所有的資料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在底下再加什麼 加上一個 這個東西 這個是一個什麼輸入 以後如果你要讓使用者輸入一些東西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方法來做最快呢 我把它在底下再做一個給各位看 這個 在在這邊 下面這裡 Enter一下 其實各位可以看到 JQuery MOBA這個樣板 有沒有 特別注意這邊一定要傳統 才有這個樣板 如果沒有傳統的話 你要在別的地方找 裡面找到一個什麼 一個叫輸入文字 不是文字區域喔 是文字 應該是文字 文字輸入這裡 你就把它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的話呢 他這邊不是有個前面的名稱 請你把這個前面的名稱改一下 改成什麼呢改成這個 請輸入地標 有沒有 插入這個特別叫JQuery MOBA這邊 然後把它改一下 把它輸入上去 再來預設值 裡面的預設值就是什麼 這個裡面有個叫value的 他預設是空白的 那你如果把裡面改成什麼 改成地標兩個字 他就會預設 也就是說 使用者還沒打字之前 會有預設值 他可以試情況自己去刪掉 再重新再加 OK 那這樣子